来 白老师 其实我觉得你真的不懂你妻子 你妻子她之所以对你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满 不是来源于她对你能力地失去信心 也不是来源于什么 她说你懒 说你性格上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真正的是她在意识到 你并没有那么爱她 因为爱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特别能够让人爆发出神奇的力量 还能够让一个柔弱的女人 突然间能够举起巨石来去拯救 压在石头底下她的孩子 那你到底是更爱你的温度 更爱你的感受 更爱你的面子 还是你更爱她 你愿意为她来去吃苦耐劳 然后去提升你们的生活品质 还是把你们的生活就保持在 连三千块钱的蜜月旅行都拿不出钱来 这个其实就不是在说虚不虚荣的问题了 我觉得 这个真的就是一个 就已经生活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上 你还能够 我就挺好 可以吗 可以 特别可以 那她不要是觉得不可以的话 你们两个是两口子 你到底是爱护你的这样的一种感受 你还是更爱她 我觉得她是感受 你没那么爱她 所以她当时能够不要那些世俗的东西 来跟你进入婚姻的那样的一种决绝 那样的一种对你的信任被辜负了 所以她才不愿意或者不敢 跟你再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命 如果你的那个孩子说 我想去迪士尼玩 我想学钢琴 我想去溜冰 请问你说 我觉得就在家里边看着太阳 然后坐着手指头 唱着歌都挺好 你好意思吗 所以一个人愿意为另外一个人 做什么样的改变 我真的认为取决于 她有没有多爱 我特别记得我在我13岁的时候 我们家住六楼没有电梯 我们家煤气罐没有煤气了 我自己扛着煤气下楼换了煤气罐 我都想象不到 我是怎么给她弄到楼上去的 但是我当时就想 我弄了 我妈回来就不会费力气 我爸回来就不用再去换煤气 他们就能够省心一些 他们就能省力气一些 因为我爱他们 所以小伙子和这个姑娘 我觉得孩子的事确实可以放一放 你们有那么相爱吗 谢谢 好 谢谢白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